證監會主席議會滿於11月21日出席公開論壇時表示 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促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更好發揮 此言一出 不少中字頭的上市國企股價隨即做好 有些更被明顯追捧 內地領導人及相關官員過往也會姦中在股市偏約時出口述支持 不過近年市場反應較淡 因為總認為現時的政府不大重視資本市場 今次市場反應不錯 算是引證中港股市的投資氣氛至小短期 從10月的極度悲觀中有所反彈 根據Win數據 至11月底 股及香港國企指數平均市盈率 分別為16.8倍及11.0倍 股值水平皆明顯比過往低 可以舉些熱門例子 於香港上市的建設銀行 00939H股 每年股價高位代表的市盈率 至2018年起逐年下跌 分別為7.9倍、6倍、5.4倍及4.6倍 而此段時間每股盈率共漲了28% 不過升幅未能抵消股值下降 2021年的股價高位比2018年錯26% 連派息計回報仍是負9% 業績有進彈股價不配合 這是投資者最不想面對的困境 股值下跌數年 並非一時錯價 這是不同投資者長期博弈所得到的中長期趨勢 現在一句 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便想逆轉形勢 只是治標不治本 要治本便須找出真正原因 對正下約 以內銀為例 市場一直認為對借貸撇帳不救 造成公司盈利被高估 環繞經常為國家服務接下一些爛攤子 市場認為公司並非為股東服務下 便只好給予較低股值以平衡風險 再以中國建築 03311為例 每年股價高位代表的市盈率 至2018年起分別為13.4倍 7.9倍 6.1倍 及7.2倍 而此段時間 每股盈利共升了52% 2021年的股價高位 比2018年連派息計回報仍是負7% 還記得約10年前 其市盈率有數年可以高達20倍 後來公司增加參與國內基建投資 回本期較場外 亦造成營運活動現金流出 投資者不喜歡這個情況 便只好給予較低股值以平衡風險 自去年起 管理曾決定停止投資國內基建新項目 並專注做短週期項目 營運現金流得到改善 今年上半年更重現正數 股值水平亦得已止跌 中國聯通00762 董事長劉烈宏於11月尾 在公司三季度業績說明會上指出 過去20年的股值無形和披露口徑 已經無法精準地反映出5G時代 特別是數字經濟時代 運營商的真實投資價值 似乎上值 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熱潮 吹捧一下股價 雖然股價至低位於11月上漲30% 但年股息計仍比2020年初刑下錯了30% 以接著一個財政年度計 中國聯通預期市盈率約6.6倍 全球最大的流動網絡電信商 Botafone 及美國優質電信商 Ryzen 則分別為9.4倍及7.3倍 那麼中國聯通有什麼 中國特色 可以值更高的股值水平 上海交易所近日稱 為了配合落實國務院國資委 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品質工作方案 新一輪央企綜合服務相關安排中 涉及央企上市公司的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推動央企上市公司主動與投資者溝通交流 提升透明度 令央企股值回歸合理水準 二是鼓勵央企進行重組 並扣等 以進行專業化整合 三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積極引導央企上市公司用好股權激勵 員工持股等各類資本工具 希望內地政府可以認真去執行 並落實這些方向 不要讓中國特色股值體系 論為口號 只為股市帶來短期的提振